南投市龙泉里有着百年历史的龙泉 地名也配合龙泉特色取名为龙泉里 而为了带动观光人潮吸引游客 并了解地方文化特色 现议员张家泽也邀请南投市公所 及县府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判以地名打造龙泉特色异象 吸引人潮拍照打卡 龙泉社区这次陈芒张一元还有代表 在这个龙泉社区这块地方 做一个我们代表龙泉 龙泉那个意象 以后配合这个百年的水井 以后可以有那个带动观光 可以来这边照相 还有到那个百年水井那边去打卡 希望就是可以配合龙泉里 把它做好 在此很感谢这个议员 还有代表和县府公所的主厨 这样也能来找出完成 南投市民代表欧阳参阅表示 这次选择异象标志 上面则是以龙的造型为主 下面则是泉水 代表龙泉里的异象标志 而整体造型以卡通来呈现 非常感谢县府在山河停车场 增设一个龙泉里的异象标志 选择这个异象标志是一个龙的造型 因为龙泉它本身是一个龙 那下面的水代表一个泉 那整个一个异象标志 而且它的造型非常的卡通 我希望它变成我们龙泉里的一个打卡的一个景点 那今天会同我们的所有的社区 还有李干市 还有我们的嘉哲议员 都非常关心我们这个龙泉社区的发展 那以后未来龙泉社区 会在我们的李市长带领之下 会非常的建制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先议员张嘉哲表示 南投市龙泉里为南投市的市中心 根据林家乐福以及客运转运站 也感谢县府的用心 规划建设异象标志 也期待让游客来到南投市后 能够感受到地方文化艺术的气息 在我们南投市的龙泉里 是我们南投市的市中心 也紧邻了这个嘉乐福 还有我们的客运转运站 很高兴我们南投县政府的观光处 来到我们的三河三路 跟这个公园街的交叉口 预计即将建设我们这个龙泉里 龙泉社区的异象标示 我想有更多来到我们南投第一印象 可以看到我们龙泉里的这个异象标示之后 可以感受到我们南投市 满满的这个艺术气息 所以我们希望尽早来执行 也感谢我们南投县政府的 相关单位的协助 跟市公所的帮忙 那我们也所有龙泉里 龙泉社区的所有民众 都非常期待这件事情 通过卡通的方式 设计上方为龙的造型 下方为泉水 不仅呈现出代表的是地方的特色外 借此未来也能够吸引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为地方带来观光人潮 记者兄姓郡南投采防报导 应该后譯文化 自个人接下来拍照 请设计划